一班香港的U14代表隊 他們在今天的比賽 成功在尾段迫和中華台北1比1 而他們在過去兩天的比賽 也是相當出色的 他們在第一次先以3比2擊敗了新加坡 繼而在昨天的比賽 也都以4比1擊敗了關島 最終跟中華台北一樣 他們贏兩場和一場得7分 結果是以教街的得失球 成功拿走U14組別的冠軍 香港U14代表隊 三天的比賽一直保持著堅毅的精神 不屈不撓的態度 最終這次U14代表隊成為最終的王者 我們在這裏有請隊長 提起他們的 屬於香港代表隊的冠軍獎盃 和三位班長加分 一起揹一張 充滿意義的冠軍賞 香港代表隊 進行國際青年足球 邀請在2016 U14組別的冠軍 香港代表隊 和三位班長加分 來自豪